欢迎继续收看要财财景台 继续我们开市感浪的环节 新闻嘉宾都是Stanley Stanley 你好 不如看看内地开市表现 上证指数今天是低开 低开11点,2804点 而护心300指数跌14点开市,3108点 而深圳城市跌61点,12429点 转看来港股 今天是平开之后跌多了 跌近43点,21761点 而国企指数升幅亦显著收窄 现在只是升2点,12261点 成交暂时只有13亿 其指跌39点,21757点 低税是2点 成交量暂时5000张左右 和Stanley谈谈市况 大家看到昨天的成交很少 500亿多少 近日的成交都是一般 除了大跌市那一天 怎么看市况后市呢 现在大家都正在静待 观望 其实有什么风险因素 或者利好利胆因素 现在是挿入大市 基本上看整体的市况 基本上利好的消息 暂时不太多 反而短期里面 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 一些因素 仍是充斥着市场上 当然会有大一些影响 比如我们不停提及到 美债这些市场上限的危机 如果拖延下去的话 对整体的投资市场方面 都有一个比较大一些影响 除此以外就是说欧债方面 其实欧债的问题 基本上都不是一只一只可以解决得到的 至于现在大家都看到 欧盟方面 其实都对现在最欺漏 或者意大利方面的情况 都有比较多的震拗 所以变成这方面来的 其实这两个比较大的一个範疇 都会对股整体上 因为全球的金融市场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而看回港股方面 其实你说一些因素 比如好像刚刚就昨天 招刊也是公布了一个公股的计划 又看回来人股方面 其实大家一直以来都会受到一些 叫做一些地方的融资的借贷 一些问题 或者是担心有些雜资的需要 那你从今次来计 由招刊现在率先 已经有一个雜资的行动 大家会不会有其他可能性 令到其他一些的银行 都可能商计会有一个集资的行动 这些的气氛 其实都对大市有比较大的影响 尤其是刚刚提及到 就是说成交量方面 其实整个成交量 520多亿到 其实是近两个月的新低 你说在市况 可能资金不是那么充裕的情况之下 在第一入市投入 那么审计的情况之下 再有这样的集资行动 还有变相 都会令到市场的资金 可能进一步抽紧 对大市来计算 气氛上其实比较转差 而且始终整体上来计算 交流市况也有些消息 刚刚提及到 其实日前的消息 基本上是不多 我想有一个可以寄望一点 就是近来 在今个星期来计算 其实是美国的企业 都开始不断公布我们的季度业势 如果有一个很尊重的情况 或者是比预期为好的话 不排除你 可以令到美股 或者港股 salut 可能有一个igare反彈 但整体上 我想短期而手势上 仍然是holde 每债方面的预期 发头上限的危机有影响 所以短期内 我暫時認為大市仍在21,500點至22,100點的雜幅區間上落 不如說說內地股市 見到上證指數開始後越跌越多 已經跌至接近0.7% 最近2797點 又再失手288點 最新跌19點 互心三百指數跌22點 3,100點 不如說說內地股市又怎樣看 似乎內地股市方面形勢上不比廣告好很多 剛剛提及到那些瀾股 雜資的消息 對市房也有一個明顯影響 之前大家都知道中央樓房二、三次城市限購領 這些因素對整體市房也比較不明朗 尤其是大家比較擔心內地會否有更多的政策出台 可能令到一些金融 或者對房地產方面有更大的打壓 所以變相影響之下 對內地市的投資氣氛 都有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在短期內地股市和港澳也好 其實短期內依然會有個比較高位上受益情況出現 所以短期內 都能在底部之上 可能先掌握一些支持位置 跟進主要籃籌股現在最新的表現是怎樣 匯控跌4.5元 做74.6元 中移動71.8元 升4元 而中國銀行未跌1先 做3.51元 公司銀行跌1先 做5.64元 建行做6元 跌2先 港交所跌1.2元 做158.7元 新地跌7毫 113.1元 長實111.3 跌3毫 而中人香港 22.45元 跌1毫 而中人壽 25.85元 跌1毫 中海右 新地跌2先 17.92元 中石化跌6先 做7.53元 中國鋁業跌3先 做6.05元 中國海外15.9元 暫時無起跌 而騰訊控股 208元 跌2.4元 不過我們就說一下中移動 今天表現不錯 現在還升多了少少 升0.6個百分點 71.8 升4毫 中移動近期的走勢 都算是幾好 沒錯 基本上看回中移動 今天走勢都算是逆市上升的情況 這個都不排除 其實有些外電報道 你說有些消息講到 蘋果方面 其實有可能 在部署 都有些機會 推出一些 TDX CDMA 借制式的手機 當然你說這個消息 含時是否已經確實了 因為你說會不會 蘋果 從事而為一個 因為現在 那個制式 本身借得中國的市場是有的 現在會不會 只是推出一個純粹 為內地一個 制式而推出一個 iPhone手機 這個其實我自己有些保留 當然你看回 大家知道一路的憧憬 就是會不會出一個 TDLTE 即以說我們 有機會成為4G制式的 一個 手機的情況 機會反而相對比較大 但問題就是說 你看回這個制式 本身 你說在這兩年裏 其實能否做出 真的可以做到 應用化 其實就暫時都是一個 比較 比較 叫做 我自己有些保留 你說這個制式本身 暫時短期裏面 都未必能夠做到 真的可以 做到可以 推出市場方面 雖然中移動 當然股價 就自從一個 和蘋果方面 高層 去到內地 和中移動的高層 接觸完之後 變相 其實都是 多了一些 全民的炒作 但問題就是 這個消息 同時對股價上 是有一個短期的幫助 當然大家也要研究 但如果是晚日 如果是城市的話 合作 或者是推出手機的話 我想對股價來的 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而且本身中移動 阿培 大家都知道 以前是發生農區 農村為主 阿培遲到售惑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個消息 去刺激中移動的股價的話 不排除走勢上 有機會會短期 有機會批評到大市 好啊 不如看看另外幾隻 電信股 現在最新的表現 看看 中電信 其實中電信 近期的表現都很好 今天暫時就沒有起跌 最近5.07元 另外就是 中聯通 中聯通 762 現在跌 接近2% 14.92 跌近2.8元 之前聯通的優勢 好像突然沒有了 事實上 你看回i 和蘋果的合作 始終你說iPhone 對它的幫助其實是有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說 本身好像中電信 在第四季度 可能會推出 CDMA版的iPhone 中聯通 現在有消息說到 有機會會推出iPhone的話 變成中聯通的優勢 比較減不少 看到上客量方面 暫時看 你說要達成今年 目標2500萬的上客量 都是暫時看到一些距離 當然你看看聯通本身 星期下半年來 都可能會推出一些 低價的3G手機 我想你去前景上 延到幾次款 手機補貼方面 和盈利方面 有沒有機會得到提升 謝謝Stanley 我們一會兒 稍後回來 繼續有我們要財財經台 下個環節 是發達廣場 謝謝Stanley 都要申報一下 剛剛說到股份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好 看看恆市跌56點 21748點 國企指數跌20點 12238點 成交暫時有36億 期指是高水18點 21769點 稍後再談